乐活之心与您分享乐活小秘方 今天要与您分享的是 最近各大电商陆续开始发货了 想必让不少人手痒痒的 红包拳也一下子被掏空了 为了帮大家直直咬 今天我们就从医学的角度来告诉大家 有些产品没必要买贵的 甚至压根没必要买 牙膏买便宜的含浮的牙膏 就好是面上的牙膏 打住各种旗号 防住 美白 抗敏感 止血 一些网红牙膏一只能卖到上百块 实际上牙膏美白的效果不大 止血牙膏 反而会掩盖牙齿本身的问题 一旦出现牙疼 蛀疼 牙肯萎缩等症状 再贵的牙膏也没法化身白一天使来拯救你 对无普通人来说 一只普通的含浮牙膏就够用了 超市理念 十来块钱 甚至几块钱就能买到 资料照片 图文无关 喝水喝普通的白开水就好市面上各类纯净水蒸馏水矿泉水 喝水是为了补水 在其他方面并没有特殊的效果 对正常人来说 每天饮用1500 1700 毫升的普通白开水就足 以满足身体兑水的所有需求 蜂蜜就是含有超微量的 微量元素的糖 某些平台上进口的蜂蜜可以卖到300 多一罐 但从营养角度看 蜂蜜与泡面类似 热量高血营养单一 从成分看 蜂蜜里 80 是糖 10 以上是水 蜂蜜里确实有一些矿物质 或者维生素 但含量少的可以忽略 蜂蜜也不排毒 养颜 减肥 通便的功效更是使用着果糖 不耐受导致的 此外 全球范围内蜂蜜制品的造假 问题都很严重 重金买蜂蜜不如大口喝糖水 此外还有 原始药监总局在今年前已将冬虫下草丛食品和保健品分类中除名 图片来源 原始药监总局乳房保健按摩并不推荐 对屋一些乳房有问题的女性来说 胸部保健按摩反而会造成身体伤害 人的耳朵有字节功能 多掏反而有风险 不用专门买带士兵传输功能的掏耳勺 而一些食物在房间流传着各种各样神奇功效 可能都不像我们想的那样 韭菜不壮阳 没证据显示提升性能力 香蕉的通便效果 不像大家想的那么好 不熟的香蕉柔酸膏 反而会导致便秘 喝酒不暖身 还会使热量消耗快 事后会更冷 木瓜不丰凶 木瓜酵素 吃下去会被胃蛋白霉分解 什么都没了 银耳不清肺 主要活性成分是银耳朵糖 没有正可平喘虚弹功效 休离不止咳 只是因为水分大抗前噪 猪蹄不养颜 吃下去后胶原蛋白脂会被分解 不会定向变成皮肤上的胶原蛋白 南瓜不降糖 而且生血糖值 聚爱高 不建议糖尿病人多吃 虾皮不补钙 含纳膏吸收率低 它们都只是简单的吃货 在时只想到这么多 以后想到了再补 所谓鸡少成多 每天剩个十块八块 一年就能省下好几千 四十五入里买房 也不远了 新春寻心 让我们一起晒 晒自己的家乡 新楼房 新街道 新马路 新风景 新衣服 新心情 长安识别下方 二维马餐 与我们的活动吧 大家爱看 过年走 星期被亲友 对了 一屋这位家喻户晓的 大金主 霸气解救 开局就是决战 义乌 愁将接到三十五位村 社书记签下 2019年军令状 2018年 我们这么干过 开年第一天 义乌 表彰奋斗者 追梦人来源 丁香医生 ID D-I-N-G-X-I-N-G-Y-I-S-H-E-N-G 人民日报 微信先制 施语祥 主编 黄忧心 则编 程雄 以上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 别忘了与好友分享乐活 乐活之心 祝您快乐每一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